首先 我要先謝謝周大觀基金會 再一次透過全球在生命獎章的表揚 讓全世界都能看到這麼多生命鬥士的故事 每一位得主的生命故事都激勵了更多的人 也溫暖了更多的人 我也要感謝今年在生命獎章的得主們 謝謝你們所帶來的正面能量 很多能夠得到這項榮譽的得主 不只是克服了自己生命中的難關 還能夠成為其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激勵更多人 幫助更多人 就像等一下要為我們表演的辛儒 她透過輪椅的舞蹈 開啟了人生的另外一種光亮 我相信她透過舞蹈要傳達的不只是精彩 還有一種只要不放棄 就會看到新希望的動人精神 故事同樣發生在其他生命獎章的得主身上 尤其是五位來自國外得主或是他們的親人 我們歡迎你們遠道而來帶給我們的鼓舞以及正面的能量 雖然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一一介紹 但我要請大家有空的時候 可以到周大觀基金會的網站 看看這次熱愛生命獎章得主的故事 不僅會充滿了感動 也一定會對生命更熱情 更有憧憬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大家來總統府 各位的到來對我 對整個台灣 都是一次非常難得的苦愧生命教育 也謝謝你們帶來現在台灣非常需要的正面能量 謝謝大家